子川,更新两集联播,男主身是交代,他很遗憾,谭牧全是骂声。 转眼又到了子川动漫更新的日子,只是让人想不到的是,这次更新官方居然连着放了两集。 要知道这不是开播之日,不必要连着出两集,但是官方还是这么做了,而这样做的原因,全是为了给观众更好的观感体验。 不得不说子川官方是真的良心,这两集也透露了很多内容,连着看的话观感非常好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 子川更新两集联播,男主身是交代。 从新出这两集来看,一集讲述的是男主子川修大人回上冬后发生的事。 自川修本以为回到啥都可以好好修正一段时间,谁知道还没有来得及修正喘口气,上面就又派他出去了,还是要和敌人作战。 另外一集则是回忆剧情,标念来看这是回忆,其实是官方在变着法子的交代男主的身世和过去,让观众对于男主有一个更好的更直观的了解。 而男主的身世之谜这一集也终于揭开了,原来他真名叫林河,乃是神秘的林氏家族的人,不过他所带的这一只脉在林氏家族却非常尴尬,很多人都排挤他们,甚至于想对他们斩尽杀绝。 逼不得已林河的母亲只能找外缘,而这个外缘就是子川家族的族长子川远星。 这只后林河母亲带着林河不远千里来到了子川家族掌控的上兜,并且入住了子川远星的府邸。 也是在这个时候,林河和女主子川远认识了,两人开始缓彼此保持距离,不过很快就完在了一起,如果没有别人插足的话,两人是注定在一起的。 在这次官方更新的两集之中,有一个人的死很遗憾,那就是林河的母亲林夫人。 她入住子川远星府邸之前就有病在身,入住之后虽说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了,但是她还是胆襟受怕,没有多久病情加重就去世了。 而这样一个母亲,不知道别人如何,我个人倒是挺佩服的,一个人把林河拉扯大,又一个人带着林河不远千里来找子川远星。 更是在离死之前给自己的孩子铺,让子川远星答应了有生之年一定护林河周全,这之后林夫人才安心了,她能做的也都做了,没有多久就去世了。 而在她去世之后,林河为了能在子川家族待下去,正式改名子川秀,这也就是子川秀的绅士和过去了。 03. 谭牧全是骂声 本来官方这次一更新就是两集,是一件很好的事,观众应该叫好才对。 但是看看谭牧,我是真没有想到,居然全是骂声。 至于为什么骂这部作品,原因只有一个,那就是这两集之中有一集是回忆, 而很多观众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回忆。 一看到是回忆,就说更新了等于没有更新,看了一个寂寞。 还有人说这还更新什么,停更算了,更有人直接把紧度条拉到最后并留言说,30秒看完,真是啥也不是。 这里我想说,虽然很多而不喜欢回忆,但是回忆却是必不可少的,只要不是频繁搞回忆我们都应该理解和支持一下,而且这一集回忆并不是什么收获都没有,交代了很多东西,大家真不必看到回忆就反对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